2017年的12月21日清晨 为求生之路中退步老兵比尔的配音业员 Jim French 离开了电视 想念89岁 这引起了很多玩家们的共鸣 实际连大量的半侨命 DOTA 2的老玩家们 都分分在互联网上 发布了对老兵的哀悼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Jim French老先生 作为老兵比尔的配音 怎么会和DOTA 2的游戏承认关联呢 因此 今天我就要大家翻看一句说的设定集 为大家讲述一下 老兵比尔和Jim French之间的 那段神秘的关系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先提到 制作求生之路的DOTA 2工作室 在208年 他们就被余舍先后收购了 并被直炮委任 求生之路的开发工作 角色设计方面 他们起初是想设计似了平庸的角色 比如传统且刻板艺上的士兵 攻险师 机枪兵 还有炮手等这种角色 当余舍的角色设计师 阿瑞尔·戴茨 其中的开发者记忆到 不应过分老套死板地去塑造角色 最好是在人物出身的设计上 更加了新颖清静一些 于是乎游戏里 只有了黑人 白人 混混匹子 双班族 大学生 老兵 等一大堆千奇百万的角色 根据戴茨的采访 卡解释道 老兵迪尔 源自于一些经典越战定义的启发 他们打算将这些 美国霸权战争协物中的 幸存牺牲品 姚绘成一位虽然曾经已有 但现在也黯然退伍的落魄形象 纵使他虽然已经年长 平庸 就像第一滴雪中的兰博一样 他们虽然已经被社会淡忘 但仍然是战斗的一把好手 当然 只了解到这些 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为了解更多的细节 就去寻找了各种官方资料 迪尔是求生之路 历代思路主角中 唯一可以确立信使的人 风浪画面 在军楼上 我们就可以找到 Overback的词秀 也就是说 老兵迪尔的全名 其实是威廉·迪尔 奥维贝克 所以 比尔他也被设计师 亲切地称为 奥维贝克先生 了解了性灵之后 我们再来仔细地观察一下 比尔的外貌特点 其实 在这初的素食版中 比尔就已经和他现在的样子 差不多了 主要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的服装 素食版中的比尔 身着一件深色的橄榄夹克 右肩特戴着战斗骑 头顶着第五枚 SFG徽章的贝雷帽 他里面穿着一件 硬有美国国旗的 黑色军使攻击背心 手上是一副深色手套 脖子上挂着他的狗牌 而从模型的枝干肚穿来看 他抽了一支 埃尔基什梅尔牌的香烟 然而在官方设定集中 圣医师却表示 比尔最喜欢抽的 其实是罗梅罗牌的香烟 此处就正是对 将士电影之父 乔治罗梅罗的直径了 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比尔的出版模型 他在夹克西亚穿的橙扇上 有一个绿色贝雷帽的挥招 而如果我们观察 他行走时的细节 就可以发现 比尔有着严重的膝带伤 他的动作正左振了他的右腿 因为某次意外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的事实 为了验证这些观点 我还特意去查了 官网的人物简介 在越南战争期间 比尔为了保卫同伴 挖湿的蛋片 作为他的膝盖 并留下了悠久的伤病 更结论的是 比尔的甲克后面 竟然有着 与威士女巫抓黑一致的划痕 而之所以比尔曾告解左翼 一定要关掉手电筒 避免惊动女巫 很有可能的就是因为 他在遇到私人组之前 单独已经遭遇过女巫的袭击了 一生种种 皆是比尔在游戏中的表现 那么扮演比尔的形象演员 又有什么故事呢 比尔的面部样貌 原型是来自 伯纳德·福奎特 是一位长相性感成熟的 法国男模 乍一看 这人会比较熟悉的 后来一搜才发现 他原来不仅是一位法国男神 更是一位著名的 国际袜子品牌设计师 并且拥有自己的袜子品牌 他又而是 过后经营对一家法国手工豪华 袜子品牌的国际公司 是文名副其实的Big Boss 此时回来到了游戏中的配音 游戏中的比尔貌似是个 暴躁无情的退伍冷血军人 当他的每次发声 驱动地让玩家感受到 其配音演员的专业索要 还有其带来的男男的安全感 这些让玩家记忆深刻的台词演绎 居然出自配音演员吉姆·弗兰奇 作为1928年出生的老顽固 吉姆·弗兰奇是一位 家业户晓的欧美广播剧演员 自从小以来 这位惊讶爱红的演员 就发现出了对配音怀业的饱满热情 怕随在美国成立的奖项剧场 自这之后 吉姆·弗兰奇还参严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影 《潘托拉的石桌》 并由此结识了很多 参与电子游戏制作的名人 面对游戏 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势 吉姆·弗兰奇 并没有如逢其他的老服务一样 认为他是邪恶与堕楼的花生 反而以其自身过艳的专业能力 在往年积极转向的游戏行业 除了老兵比尔 他其实还参与过 《半侨明2》中的格里格斯神父 以及《半侨明2失落海洋》中美渔夫 还有《DOTA2》中的大牛等人的陪影工作 而由他所创立的联合公司 如今在美国和加拿大 有超过120个电台播出 并且在北美各地的XM卫星广播系统 也都可以听到他的节目 但在2017年的1月底 由于健康问题 吉姆弗兰奇和他的家人 决定关闭他们的制作公司 并于2017年3月底 停止了所有的广播 最终弗兰奇 于17年12月20日早上病逝 小年89岁 而他的妻子帕特 在同年的早些时候 先踏一步离开的人士 实属边缘惋惜 除了在配音演出上 有着超包的水酒外 吉姆弗兰奇先生 平生理又是心机慈善 经常问了些重病贫困家庭募捐 是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其独特的扫音 却引上了无数的听众与玩家 在游戏界 也流传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这位荷莱老师先生的声音 将会永远保留在 其参与的游戏作品中 靠的灵魂 与其所出道的鲜活角色粉在 共玩家们铭记又回味 后来我发现 想要研究 比尔的背景故事 就离不开 求生之路牺牲漫画的故事研究 求生之路的牺牲漫画 于2010年的9月14日发售 比射在求生之路牺牲资道片发布之前 就提前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这段剧情 漫画的开始 在人物背景故事介绍处 就明确地说到 比尔是一个性格古怪 孤僻的越战老兵 赤山精在这场上 突入敌军 意气风发的强力马云 而如今的他 由于生化癌症 并且处于晚期 只能在退役军的疗养院中 孤苦终老 而周卫人 对比尔的过去 也是置之圣上 而失变疫情爆发两天后 在他一次接受癌症手术治疗时 助手护士突然病变 并实际地主导医生 在濒临死我们之际 宝特威尔的老兵比尔 支援一号的强大的意识 顶住了麻药带来的乏力的 并借助手术室的古剧 从一阅造射成中包围 中杀出条血路 随后在家里 他换上了当年的军装 望了一眼自己照片里 与战友们年轻时的英勇身姿 不由得感叹了一句 岁月不饶人 战争也许总有一天会停歇 但对于那些活塞的老兵来说 战斗去避人伴随他们一生 所以老兵尽管凋零 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而是会用自己的吃他老命 去散发最后的功貌 后来老兵比尔 作为一个免疫病毒的病毒携带者 遇到了漂亮的大学生 总义 上半组黑人 罗里斯 还有介绍会会 弗朗西斯 随即四个人便开始了 对抗丧失的跑王之路 而在求生之路初代的结尾处 四人在血腥收获的最后关墙 呼叫到了北连的一个 军事基地的一辆装甲车 将四人援救并带出重围 就当车上的众人 都在为自己逃出身颠 而感到欠行时 只有比尔一言不发 因为他明白 在这宋氏泛滥的末日里 这只是山雨越来浮满了 当四人到达了美军基地后 他们立即被撤车了两组 分别被关押 还到莫拉上尉 从四人口渡得知了 外界不出个人觉得可怕 于是他自作主张 打算拉向饥饿号撤离 此时比尔与左翼配合 马上带上了 和他们合作的医学博士 刚往军火库找武器准备突围 比尔早已决定要前往南方 而这时 有一列运兵火车 停在了东大院的火车站 四人先上了火车 然而博士动作慢了一些 跑进的时候 比尔已经发动了火车 博士被留了下来 很快在左翼的虚线里 博士就被感染者大型淹没了 这也因此引发了 左翼的强烈不满 在火车上了 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 新冲者如果前往安全区 一定会被隔离甚至枪决 于是四人组选定了 南方弗洛里大群岛为目的地 由于比尔之前 对博士借死不救 使得左翼是分傲恼 他实算不理解 眼前这个老兵的做法 他甚至怀疑比尔 会为了顾全大局而抛弃同伴 在到达了沿海城市 亚特兰大之后 这里有一座桥 是要四个人一起合拥生起它 才能出海 左翼和比尔找到了发动机之后 便直接启动了它 但谁料身强的巨大噪音 却使得感染者警醒 并蜂有而知 然而 乔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 卡住了 正当其他三人 都在痛骂着命运的不公时 只有比尔一人 静静地点上了一支安活的香烟 紧接着 他手持燃烧瓶 从桥面纵使米约 又燃烧瓶的爆炸声 吸引了感染者的视线 在成功所生 重启的发动机后 一支生物的Tank 毫不留情地 将它圈打飞到电机房里 一眼一起的比尔 喃喃自语 别急 然后他点了一支香烟 从容地迎接死神的镰刀 把那桥上 其他三人目夺了比尔的牺牲 左依深思力竭地 呼喊着他的名字 高喊着 对不起 可惜比尔再也无法回来了 失潮慢慢褪去 在遇到了二载的死人所的帮忙后 一带剩下的两男一女 乘船一起前往了弗里达群岛 带着对比尔的思念 在小老上度过了平静的余生 在求神之路牺牲关卡 比尔席之路的那一刻 还有一句十分罕见的左依的语音 本就是 对不起比尔 我爱你 这话在游戏中 触发的几率非常低 也没有对应的中文字幕 我一开始也是听别人说 但是自己全没有找到 之后我还是在挖掘游戏门键之后 才发现了这一句 你怎么珍贵的话 它包含了左依 长久以来对比尔误会的 那深深的牵移 只可惜 私人已是 独留空谈 宝兵比尔的死 可能是游戏剧情理 最经典的几个场景之一 他的死并不是简单的剧情杀 其中也饱含了制作组的深刻用力 而我们呢 不知还能否记得 当年走的开黑时 是哪位兄弟 被其他三人 也要很带骗地 自远牺牲了自己 要想当年 每战胜一个强敌 每次从丧失之中突围而出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几乎无法复刻 有失去 才昏然体会珍惜 但幸好啊 还有这些旧人的游戏故事 能够帮助到我们 追忆青春的痕迹 带给我们最初的感动 那么以上 就是这些所有内容啊 不过 求生之路系的视频呢 还以为完结 大家喜欢的话呢 不妨点关注吧 当然也别忘了 传点赞 离近三年一波 千万别下次一定了 那么我是心炮茶 我们下期许位再见吧 大家拜拜